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容易人等一批名流 圣约翰的腹中也是上海顶尖的高中 赵家碧原本已读了中学 未进圣约翰腹中他弃学再考 但就在他如愿以偿 进入圣约翰腹中仅仅半年 武萨灿案爆发了 工部局巡捕方的巡捕 开枪镇压了南京路上 抗议日本厂商枪杀工人 顾正宏的游行人群 13人重担身亡 在案发生后 圣约翰大学和腹中的全体学生 为四男同胞挂半棋挚爱 但那个美国校长跑来 竟当众把国旗撕了 当国旗被强行夺下 一踩在脚底 同学们抱头痛 这是圣约翰大学的司梦堂 当年圣约翰大学和腹中的553名学生 在这里做出了一个决定 像是一座漂亮的校园 宣告永别 并登报声明 在任何情况下 不会接受圣约翰大学的文凭和学位 考进腹中仅半年 只有17岁的赵家碧也在其中 靠着社会各界的捐赠 离校师生办了一所新的大学和腹中 他们为大学取名光华 光华二字 源自尚书 淡复淡熙 日月光华 赵家碧进入光华腹中 腹中办了一份叫陈希的校刊 在发刊词中 赵家碧写道 我们要走上知行合一的路 我们更希望光华的同学 各个能够研究专门的学术 发挥青春的思想 不要做孱弱的熟生 要做一个有为的青年 陈希是记刊 有中英文两种 虽然只是一本中学的校刊 但他却发行到全国 已经难养于欧美 赵家碧是中文部编辑主任 一年后 他又被推举做了总编辑 那时 编辑部的同学还兼做发行工作 赵家碧常常骑着自行车 运送杂志到市区的销售点 他说 眼看手写的文稿 一旦变成签字 送到众人手中 就被赋予了一种独立的生命 在社会上起着他自己的作用 这个奇妙的过程 大大的吸引了我这个中学生 感到我的一股劲 从此有了始处了 开启明智 认识策书是一种文化 赵老他们是在经济的方面的开拓 策判很多有价值的书 为穷众 中学毕业 赵家碧进入光华大学 大学一年级 他到梁友图书公司办公办读 著名的《一脚从书》 就是他在大学三年级创意编辑的 但从书问世 却是惨淡经营 一脚从书 躺在书店无人问津 当时政治918爆发 四个月后东北沦陷 紧接着一二八松虎躺寨 有人认为是战争冷落了书记 但赵家碧却意识到 从书没有生命力 是因为不考虑时代和群众的呼声 国难阵性了他 就在918发生后的第八天 赵家碧推出了沈阳事件 封面上鲜红的血迹 激励国人共赴国难 仅仅十天就消除了九千层 赵家碧说 这是他一生的编辑生涯中最关键的转变 因为从那天开始 他心里有了毒者 1932年盛下 赵家碧大学毕业了 他正是在梁友做了一名编辑 但就在这半年前 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商务艺书馆 和远东最大的图书馆 东方图书馆 都被日本人明目张胆地炸毁了 大火燃起了灰烬 遮天蔽日整整三天 赵先生他本来也可以 从事写作和翻译的 他本来是对在三十年代 后期一直到四十年代 他也是研究美国文学 一个先进的人物 他是动手比较早的 按照那样下去 他是一个美国文学的研究者 跟翻译家 但是后来他就没有做这个工作 早期上随着比较出版工程 冬季一生的奋斗理想 奋发给了 这个理想是非常美好 是为了把美好的光明和威力 希望送给大家 伴随着帝国列强 不断侵略七五的历史 中国人开始苦苦寻找和奋斗 在这个历史的进程中 文学给了国人一种新的生命的价值 赵家碧计划编一套中国一流作家的 良友文学丛书 为足稿 他想到的第一个人 就是读者最爱戴的鲁迅先生 在内山书店 向往严峻的鲁迅热情诚恳地接待了这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 半个世纪后 晚年的赵家碧留下了这样的回忆 他从这个藤与之上 站起身来 我说的时候 我紧张地画也说不出 他的这个头发的色眼 是提了一个平顶头 两条很牛的眉毛 嘴唇上里有一串 和和的短的骨酥 说这呢是普通话 但是对于很牛重 小心可以 他的前面 鲁迅对他说 这是一种非常需要 而且很有意义的工作 我自己也是搞过这一行的 其中也有大学问 现在上海出好书的书店实在不多 经营作风老老实实的更不多见 良友愿意这样做 我倒是可以尽力帮忙的 赵家碧提出要鲁迅的杂文 鲁迅的杂文是匕首 是头枪 是战斗的武器 要鲁迅的杂文集要出版 鲁迅先生特别爱护良友 特别爱护赵家碧 他说不行 我的书不能给你们 你们这个出书以后 对你们这个出版公司不利 鲁迅将自己即将完成的两部翻译文稿交给赵家碧 作为良友文学从书的开篇 他更向赵家碧承诺 尽力为从书推荐作者提供作品 临别时 鲁迅幽默地说 你们最好回去先向老板说清楚 出鲁迅的书是要准备有人来找他麻烦的 当时国民党政府提出文化围剿 在他们的刊物上报纸上 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 他们采取了种种措施 比如说书报检查制度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查封刊物 查封书店 追捕文化人 作家丁玲被捕了 为营救丁玲 鲁迅嘱托赵家碧 尽快出版丁玲还没有写完的小说 母亲 引起大众的关注和舆论的压力 书很快出版了 又在报纸上大作广告 但一个难题是 如何向监狱里的作者付版税呢 鲁迅先生来信了 家碧先生 请查得丁玲母亲的通讯地址 是湖南常德中静庙节六号 蒋木唐老太太 鲁迅叮嘱赵家碧 确认地址后分几次会去 以免被周围的亲戚瓜分掉 半个世纪后 赵家碧与丁玲重逢 说起这段往事 丁玲很激动 却轻声自语 这些事情我过去都不知道啊 丁玲写道 从中我再一次感受到 在那黑暗的日子里 先被和朋友们伸给我的温暖的手 两有文学丛书出名了 赵家碧的危险也跟着来了 一火暴徒光天化日下 砸碎了梁柳公司的橱窗 作为对出版鲁迅 等赤色作家文字的警告 国民党上海党部 又点名要民营的梁柳解雇赵家碧 他收到一封信 里面是个子弹 在这个出版当时左翼文化书上面 赵家碧是一个锋芒横路的 那实际上把赵家碧也纳入到共产党左翼的人里面 鲁迅与赵家碧的通信 从1933年1月8日到1936年10月12日至 共49封 最后一封信 是鲁迅逝世事前七天写的 每一封信 鲁迅的第一句话总是 家碧先生 而且十分工整 就在这个书信里面 他们那种几十分讨论这种详细的出版的问题 那在别人的书信里面 那没有到这个程度 鲁迅在信中叮嘱 书的每行的头上 躺是圈 点 虚线 阔弧的下半阔的时候 是很不好看的 人 地 名 符号 或在左 或在右 一段之下或空一个或不空 稿上并不疑虑 希望排印时改归画一 书的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应多留空白 不要不留余地 塞得满满的透不过气来 整本书的前后 也可多留几面白页 以增加读书之乐 鲁迅对出版有他的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追求 他认为应该把最好的形式的图书文学书籍送到多者手中 所以我觉得鲁兴兴的这个意志的这个地方 他提示了赵嘉宾 而赵嘉宾又把他复制自己的行动 在赵老他们这一代以前还没有现代的编辑 他们开始才开始把西方的印刷记 所以能大量的印书 然后有现代意义上的编辑 所以我认为应该是这个首创所的 创意性的 1936年10月12日 赵嘉宾收到最后一封鲁迅书信 嘉宾先生 敬华所义小说 曾寄先生前函 为虚秤蜀中排定 但今中秋已过 尚无较稿即逝 不知公司是否确议复牌 或是否确议出版 赵嘉宾写道 这信中最后几句话带有质问的意味 老人家第一次对我生气了 生命最后的七天 鲁迅仍念念不忘书的出版 每选我重新多到这封信 就会感谢鲁迅先生 给我的培养教育之恩 应遂四元 书出版了 先生走了 鲁迅终究没能看到 赵嘉宾紧急感应出来的情样 赵嘉宾说 这已成为我生平最大的遗憾 我现在也不想再说什么悲痛震惊的话 因为最大的悲哀 既隐藏在沉痛的静默中 我们就学学徐广平女士的样 愿痛苦失声的朋友们别哭了 我们还是起来多做些事情吧 鲁迅的教导 赵嘉宾铭记一生 他一辈子坚守为读者出好书的信念 漫长的编辑生涯 编了上千种图书 无一不是健康的 积极向上的 赵嘉宾出了那么多的书 都是好书 都是有文化价值的 有文献价值的 可以保存下去 流传下去 晚年 历经坎坷的赵嘉宾 将珍藏了一生的鲁迅信 捐赠鲁迅纪念馆 我们也是非常小心地受藏在管理 保存的也非常好 他也是经常会来看 过一段他来看一看 总是腹筋追悉 感叹一番 我们在旁边每次看到他这样的这种举动 我们也都会受到强烈的感染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 上海成了大战场 松江城的赵嘉老宅 顾西的母校光华大学都在炮火之中化为危机 不久 梁友画报迁往香港 上海梁友公司破产 但是他知道我是做错把 任何时候 哪怕在监口的时候 精神质量是不可缺少的 赵嘉比和友人筹资 在日本人围困的孤岛租界重建图书公司 他坚持在名字前面加上两个字 复兴 在孤岛 他依然一丝不苟出没一本书 出有益于人民的书 要把这个梁友的出版 那不改为梁友复兴图书公司吗 什么复兴 不仅是梁友要复兴 中华民族也要复兴 对不对 要经过这场火的洗礼 血的洗礼要复兴 赵嘉比实际上用自己的行动 参与了民族复兴的大业 他们出的书 包括画报里面 登载了很多抗日的新闻图片 1941年12月 珍珠港事件爆发 日军站领租界孤岛 两有复兴公司 商务开明等八家书店 被日军以宣传抗日的罪名查封 大部分村书被烧毁 赵嘉比开始流亡了 逃难前 他把鲁迅先生的信件 藏进外滩中国银行的保险库 把两有复兴图书公司的执照 小心地缝进自己的鞋垫里 随身带着走 1943年 赵嘉比一路颠沛到了桂林 他在那里用图纸翻印了 几十种两有文学丛书 终于有书了 没有了过去的精良 但依然美观 一年后 局势危机 赵嘉比带着纸张和存书 又流亡了 他就押运了公司所有的财产了 这是上轮的货车走的 那么到了金城江的时候 在车站 一下子车站火烧起来 这个做出版的嘛 就是纸跟书啊 那么他把这些都烧掉了 他一个人孤零零的 再后来呢就觉得 爸爸变了样子 不是原来的爸爸 我们爸爸对我们从小都是很喜欢小孩的 一回来就要跟我们亲啊 讲话啊 抱啊 我觉得怎么变了 但更重的打击接踵而来 许多年来一直志同道合的朋友 也难以担起遍及梦想 离他而去 还抽走了招架币用来出书的资金 我父亲呢 就一定要 说还要把梁零公司搞起来 那么为了这个呢 这个梁零文人嘛 都有肢体接触 招架币说 至此只留下我一个人 瞻望前途 也不免有些淡寒 姓巴金已掀我而到重庆 他在精神上又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温暖 我没有灰心 1945年春 招架币逃难到了重庆 这本时间的记录 是他重庆期间出版的唯一的新书 虽然用的是粗糙的图纸 但招架币却珍藏了一辈子 我在初到重庆时期 曾从这本书里得到了多大的勇气 才使我不放弃自幼热爱的出版事业 决定不想去昆宁经商 发国难财 整个逃难的过程 实际上也是他不断地在变书 是发出版书 这么的一个过程 这也是一场战斗 因为我们不要以为 抗的战士在前线是战斗 他在后方 想方是发出版图书 也是一场战斗 赵家碧完全是全身心的投入出版 完全是抱了一种 简直是我觉得他简直是一种 训道者的一种精神来对待这个出版 在重庆 他和老舍巴金矛盾等 酝酿着抗战胜利后的理想 出版老舍拳击 老师徐志摩的志摩拳击 和抗战八年中国新文学大戏 还有更紧要的 蔡元培先生嘱咐的 世界短篇小说大戏 他知道 从血泊中站起来的中华民族 背负的深重的心灵创伤 更需要他的书 带来真善美的滋养 多者对文学书籍的这种渴求 这是一个召唤 对一个出版家来讲 对一个编辑家来讲 这个是一个召唤 读者的不断的召唤 那他必须跟读者同呼些公民 抗战胜利了 但是满怀理想的赵家壁 等来的是什么呢 当局的腐败 专制愈演愈烈 内战将要打响 留在重庆的公司资产毁于火灾 股东又撤资了 赵家壁失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